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美洲360 今天就让我小明和大家回顾一下 上周车坛所发射的重点新闻 第一则新闻 Mazda CX-5 将会迎来大改款车型 而且很有可能在 2022 年就会正式登场 不过重点还是在 根据日本媒体 Best Car Web 所透露的消息 新一代的 CX-5 将会有两大重点 分别是动力组额 还有它的底盘 因为这个新一代 CX-5 很有可能会和这个传说中的 新一代 Mazda 6 共享 这个配置分别就是搭载直列六缸引擎 以及才有后驱的底盘 在引擎的这个排气量部分 目前还是暂时不决定啦 不过很有可能会是一个 3.0L 的配置 并搭配这个 Sky Active Drive 的自排变速箱 哇 3.0L 又后驱 因此相信这新一代 CX-5 将不会再是普通的 C-Segment SUV 了 对此 Mazda 的高层其实就有跳出来表示说 不过新一代 CX-5 的确不会再瞄准 C-Segment SUV 这个市场 因为采用了这个新的后驱平台 还有这个新的直六引擎啦 加上它的这个车身长度 将会至少超过 4600mm 以上哦 所以这个新一代 CX-5 其实它的这个定位啦 将会是接近 Mercedes-Benz GLC 或者是 BMW X3 这一类豪华 SUV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它在这个 3.0 直六 然后又采用这个 F2 的配置的 比较豪华的一个 CX-5 呢 大家是觉得如何呢 当然除此之外呢 这个日本媒体它同时也爆料啦 Mazda 同时还会追加一个名为 CX-50 也就是 CX-50 的车型 没有错 它就是传说中的 Coupe SUV 了 你们会期待这样的 CX-5 和 CX-50 吗? 第二次新闻 BMW M3 和 M4 来了 BMW Malaysia 在上个礼拜也就静悄悄在我国发表了这个 G80 的 BMW M3 还有 G82 的 BMW M4 而且重点是哦 这双宝还是以这个 Competition 车型来到我国比较硬派哦 那根据官网上的资料啦 我国的这个 BMW M3 和 M4 将会分成普通版以及高阶版 其中这个高配版它就增添了被称为 Innovation Package 的配套 它多了像是这个 BMW 雷射 雷射头灯组 彩色抬头显示器 全景天窗 Harmon Carter 的环绕音响系统 以及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那这个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就包含了 像是前方碰撞预警 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便宜警示和辅助 后方横向来车警示 以及预防碰撞等功能 那这个新一代的 M3 和 M4 搭载的是代号为 S58 的 3.0L 直列六缸双涡轮自然引擎 这具引擎在 M3 和 M4 身上可以输出 473hp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是 550Nm 不过因为我国导入的是一个更加硬派更加竞技的 Competition 车型 所以在马力方面它其实是提升到一个 510hp 的境界 至于扭力方面则是提升至 650Nm 在变速箱的部分呢 我国的 M3 和 M4 将会搭配这个 8 速的 M-Statronic 自排变速箱 不过据说如果你想要这个手排变速箱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 Special Order 的 在传动部分呢 目前这台车还是采用一个纯后驱的设定啦 那 0-100 的加速 根据 BMW Malaysia 官方的这个列表 只需要 3.9 秒 至于那个 M X-Drive 全驱系统啦 目前是还没有 你必须要等到明年 6 月你才可以选配 那在这里我就列出这个 M3 M4 Competition 在我国的售价啦 大家可以看到有 4 个价格 售价是从这个 664,800 起跳 喜欢的朋友们 等什么 订车好啦 第三则新闻 哎哟 安妞哈西哟 在这个公布了预告过后啦 上个星期 Hyundai Malaysia 终于发表了全新一代的 2020 Elantra 那这个也是 Hyundai Malaysia 在今年所发表的第三款新车 而且是全新世代的全新车款哦 讲真的啦 这个新一代的 Elantra 在这个外形上是非常非常的新潮 它采用了这个 Hyundai 所谓的 Centious Sportiness 的最新家族式设计风格 然后还有这个被称为 Paramedic Dynamics 的设计语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全车啊 它是拥有非常多这个三角还有灵角的设计 整个看起来就很有侵略性的感觉 这个设计啊我觉得它比 Sonata 还要更加的硬 而且它的这个车头造型让我想起来 Alien 还有 Predator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内装的部分啊 它同样和这个 Sonata 也是采用了一个简约式的设计 最受瞩目的自然是那个悬浮式的双屏幕了 而且它的这个屏幕看起来还蛮不错的感觉 在配备方面呢它也是很丰富而且很特别 也像是拥有这个温度感应器的无线手机充电插座 同时呢还有这个拿着钥匙站在车后5秒 它就会自动开启的 Smart Trunk 电动尾门 在安全性方面呢我国的 Elantra 将会导入 Smart Sense 现境主动式安全系统 而且它的功能相当的齐全啊 什么前方撞击预警啊自动机架下车啊 车道偏移警示和辅助等等都有 然后还有这个带有 Stop & Go 功能的主动式定速群横 不错不错 新一代的 Elantra 采用的是 Hyundai 第三代的 K 平台打造 这个平台它的刚性更加高而且重心更加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子整个看起来就是很运动化的感觉 同时呢它的操控表现也非常的出色 不过在这个后懸吊的方面呢 新一代的 Elantra 它还是采用 Torsion Beam 的后懸吊设计 我们估计这个 Multi Link 的 Setup 可能要在 Elantra N-Line 身上才看得到的 而在动力备制部分呢我国的 Elantra 搭载的是 Smart Stream 1.6 MPI 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满油表现为 123hp 至于峰值扭力则是 154Nm 并搭配可以模拟巴速 全名为 Intelligent Variable Transmission 也就是 IVT 的 CVT 无段速变速箱 这个变速箱它特别的地方是 它采用的是杠链的设计 因此在传动效率方面会更加的好 实际表现如何呢 这个等我们借到实测进行实测了以后再告诉大家 那随着这台车终于来到我国市场了 据说 Hyundai Malaysia 它们就有说出来 说它们其实把这个新代 Elantra 的定位 它的这个假响对手 是设定成 Mazda 3 1.5 Sedan 哇! 这样我们就大概可以猜到了 它们之前放出的这个 1XX 888 的这个价格 那两个X 大概会是什么数字 就不知道大家对这一个 Hyundai Malaysia 为这个新代 Elantra 所设的这个定位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 第四则新闻 我先不要讲什么车先 我先看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其实是上个星期 在印尼那边传出来的一张所谓的叠照啦 从这一辆墨绿色的 Toyota Avanda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长得好像有点奇怪 那个车身似乎是有压低了 而且车身好像有经过加宽 不过重点还是有眼间的网友就指出 这一台车它的底盘下方啊 后面这一边 并没有Avanza 这一台后驱车 必备的这个后传动轴 加上还有眼间的网友指出 那个油箱口也被移植到左边了 原本Avanza 是在右边的 所以种种迹象显示 这一个 Avanza 车身其实只是烟人耳目 它其实是一辆全新车款 而且是一台全驱车 这样是什么新车叻? 很大可能就是传说中 Daihatsu 将会为这个东南亚市场 所开发的全新七人车 那这个 MPV 其实主要是用来攻打 Mitsubishi Xpander 还有 Honda BRV 这一类 入门的都会型 MPV 而且根据日本媒体的消息 这一款车将会是 Daihatsu Roki 所延伸出来的一款全新车型 讲到 Roki 没有错 它其实就是这个传说中的 Perdua D50L 的兄弟车 那同样再一次没有错 这一款全新的 MPV 呢 它将会基于 Roki 还有 D55L 所采用的 DNGA 模组化平台打造而成 因此在车身刚性还有轻量化方面 将会提升很多很多 不过重点重点重点还是 有消息就指出啦 这一款新车同时也将会是 之前传出将会取代这个 现行款 Alza 内部代号为 D27A 的全新 Perdua MPV 那在这个新车的动力配置方面 据说这个全新的Daihatsu MPV 将会备有两种引擎配置 分别是这个全新的 1.2L Hybrid 混合动力引擎 以及和 Roki 一样的 1.03缸温轮轮引擎 这具代号为 1KRV 1T 的 1.03缸呢 它可以产生 98PS 的最大马力 分支扭力则是 140Nm 没有错 这一具引擎呢 也同时会出现在我国的 Perdua D55L 身上 而变速箱方面呢 则是全新的 DCVT 无段数变速箱 哇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话呢 那其实这一款新车来到我国成为 新一代 Alza 的可能性真的是蛮大一下的 毕竟这个传说中的 Perdua D55L 也会使用同样的引擎 还有同样的底盘 所以非常符合经济考量 就不知道你觉得这样的一个Perdua Alza 如何呢? 最后一支新闻 海外版的 Proton X7D 确定将会换引擎 那其实这个所谓的海外版 就是将会出口至巴基斯坦的 X7D 之前我们也就有说过 因为巴基斯坦他们当地的这个 这个税务政策是以排气量来做这个标准的 如果使用这个 X7D 原本的 1.8 TGDI 涡轮增加引擎 出口至当地的话呢 它将无法享有当地的税务政策上的减免 竞争力方面就少了许多了 因此 Proton 就决定为当地的 X7D 换上 X50 身上的那一具 1.5 TGDI 三缸涡轮这辆引擎 而且还是 Flexion 版本的那一具缸内直喷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是 177PS 风支扭力则是 255Nm 至于变速商方面 同样是使用这个七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值得一提的是啊 其实目前来讲 不管是中国的博越 还是我国的 X7D 从来都没有搭载过这个动力组合 也因此呢这个巴基斯坦版本的 X7D 算是当地的其中一个特工车 比较特别的一个特工车 就不知道这个动力组合在 X70 身上出现会不会OK呢? 毕竟它的这个马力和扭力都比我们的 1.8L 是少了少许 是你的话呢 你会希望这个 X70 使用 1.8L 的 TGDI 涡轮这辆引擎 还是应该 应该啦 应该会比较省油的这个 1.5L 三缸涡轮这辆引擎呢? 那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所整理出的 上个星期的五大重点新闻 在这里我也要恭喜这个 Perdua 和 Proton 这两个国产品牌 因为首先这个 Proton 截至今年的 11 月 它的这个销量就已经累积超过 19 万 5000 辆的新车 估计要在今年 hit 到这个它原本 set 下的 21 万辆的 sales target 应该是不难的 至于 Proton 方面呢 它则是成功在这个 11 月它的销量破万 同时呢全年的销量截至 11 月也已经达到了 96,410 辆了 估计要在今年的这个全年总销量破一个 10 万台新车 应该不难 这方面我觉得是 Sub Sub Water 啦 可惜可合 可惜可合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360 就到这里结束 不知道大家对以上的这五则重点新闻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交流交流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